儿童疫苗陆续开打 却不是每一个家长都放心 让小孩接种 就怕疫苗副作用大 但针对有慢性病时的幼童 中研院生医所研究员 何美香强烈建议要施打 因为确诊住院的儿童中 就有将近70%罹患慢性病 而且儿童越小死亡率越高 因此又其他医师认为 还没有开放接种疫苗的 1岁以下幼童 是染疫后中重症高危险群 要特别注意 儿童疫苗开打 家长就担忧 疫苗造成的副作用 会不会比确诊风险还高 但染疫住院的儿童中 有将近70%罹患慢性病 因此这类幼童 医师强烈建议接种 儿童有慢性病的 特别是那些免疫缺存的 是发生重症的最高风险的主权 更需要接受这个疫苗的施打 不仅仅是要施打两剂 甚至在第二剂打完后一个月 我们还建议要接受 所谓的基础最佳剂 中原生医所研究员何美香就点出 美国18岁以下儿童 Omicron致死率是万分之零点五一 而儿童越小死亡率越高 尤其是零到四岁这个区间 因此5到11岁感染Omicron死亡率 相对来说较小 但健康小孩确诊 住院与死亡风险不完全是零 更何况慢性病 学儿童更不能轻忽 但现在还没开放 6岁以下幼儿打疫苗 医师就担忧 一岁以下中重症高危险群 要特别注意 一下以下的幼儿 事实上这个婴儿 它的那个解剖结构 呼吸道的管径 本来就会比较小一点点 也会比较敏感 上呼吸道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 就是我们的生带生门的地方 那那个会造成的叫孝吼 特别是一岁以下的孩子 病程有时候非常的快 一旦是造成这个孝吼 我们整个的生带生门的地方 肿起来 我的静气就会受到影响 这个是会比较危机的 保护人同预防中重症 建立疫苗保护力 不让病毒危机 有同生命 避免汗事再发生 记者综合报道 本土确诊数天天破万 医护人员辛苦忙着做PCR筛检 但是北市联衣 养民院区有民众募集到 一名自称是英国人的男子 要来自费裁剪 疑似因为排错地方 跑到公费筛检区 不满被要求重排 竟然就插队 甚至朝医护人员大声咆哮 标骂台湾人 凭什么逼我筛检 在场民众看不下去 站出来替医护说话 当场爆发口角 穿着黄色上衣的外国人 自称来自英国 大家都在筛检站乖乖排队 救他火气很大 护理人员耐着性子询问 只见他拿了包包又不离开 来来回回 中英文夹杂 不断朝医护大呼小叫 态度非常的恶直 就是说他是英国来的 那在台湾 为什么台湾人要这样对待他 要让他强迫他做PCR裁剪 事发在台北市联合医院 阳明院区 一号早上 这名外籍男子到场要自费裁剪 却排在公费裁剪洞线 好不容易轮到他了 医护人员却告知说 排错队了 要去另一边重排 男子疑似因此不满 大吼说规定怎么那么多 台湾人凭什么 比外国人裁剪 持续朝医护咬 就是大家很深刻 因为他在这边中断 就停了大概15分钟左右 为了因应大量筛检民众 医院几乎都是设置 两条裁剪洞线 把公费资费分开 也尽量维持安全距离 疫情当下低线医护 忙到休息时间都没有 只是不满排队就大呼小叫 目击民众实在看不下去 毕竟同理心不分国籍 介绍方张士奎 台北采访报道 疫情烧进台北市南港警分局 但侦查队长却被机场远警爆料 不让他们做快筛 甚至因为担心人力短缺 多次的表示 症状不严重的话 吃感冒药就会好 还有远警休假期间 因为快筛阳性想请假去做PCR 却被队长怀疑是要找借口再休假 面对机场反弹 市警局紧急进行了调查 目前已经将这名侦查队长 做出了记过 并且调职处分 清销再清销 警局全面大消毒 疫情全态延烧 这回也烧进了台北市南港分局 不过就在疫调隔离匡列期间 却爆出侦查队长 拒绝让基层员警快筛 爆发争议 南港侦查队在日前 传出有7名队员确诊 不过现在却有基层员警爆料 表示侦查队长为了疑似 防止人力短缺 拒绝让基层员警快筛 基层反应这名侦查队长 曾向员警表示 确诊没有严重症状 轻症的话 吃吃感冒药就好 让大家认为不可思议 更夸张的是 有其他员警在休假期间 因为快筛阳性 想要再请假做PCR裁剪 却又被质疑是不是找借口要多休假 甚至许多人确诊后 队长还算说是不是联合好 一起不赖上班 引发高度不满 反弹声道立刻引来督察室调查 市警局火速做出处分 这名侦查队长不但遭到寄过 并且调整为内勤之务 不但防疫作为警局紧急灭火 就是希望可以平息争议 介绍发展好多人台北采访报道 政府开放民众以每季100元价格 购买公费快筛试剂 不过高雄市长陈其迈透露 之前曾经以每季59元的价格购买 台北市也曾经以79元买到了快筛 国民党立委质疑政府却要卖民众100块 相当不合理 而民进党立委高嘉瑜日前指出 德国唾液快筛 每季才30元台币 遭指挥官陈其中批评是假消息 高嘉瑜今天再拿出了YouTube影片佐证 强调的确能用不到30元台币的价格买到 原文是说几乎天天快筛 国内当时是说德国人几乎天天筛 却被误解是必须要每天筛 还被指挥中心开记者会 只指是假消息 高嘉瑜更指在德国YouTuber 指挤当地幼局的影片为例 真的能以不到30块台币的价格 买到唾液快筛 互相关的YouTube影片 卖场里面也都可以买得到 多包装的快筛季 那一季单季的价格也低于1欧元 国民党立委也来声援高嘉瑜 不只便宜的唾液快筛 买不就连一般的快筛 政府都疑似买贵 高雄市长陈其迈说 市府购买成本一季59块 台北市也说购买价格一季79元 但中央工费快筛 卖给民众的却要100块 用假讯息来掩盖 他们现在在采购快筛世纪的无能 指挥中心澄清 年初产能高于需求 价格才会比较低 4月14号开始征用国内快筛后 每季已经来到72元左右 至于国外进口 每季成本一直都是95元 实名制措施下 又加上物流包装等等成本 才会把价格定在100元 但看看政府的招标网站 同样快筛价格 却从59到280元都有 价差非常大 本土疫情升温 国内快筛公布应酬 也在引发价格之乱 记者黄平红 李明洪台报道 今日呢 是 我